OK,那有第一个问题啊,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它是说,我们在一开始推出这个简讯十连制 是十连制不是十明制的时候 不是已经讲好了吗? 就是所有的费用,就是简讯的传输费用 都是由电信业者来吸收 那为什么我们NCC还要编 目前应该已经花了五千万左右的预算 来支应给五大电信 那当然我们当时说的是简讯传输的费用 完全由电信业者吸收 目前还是这样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简讯传输的费用 他们要收我们钱的话 那传23亿还是25亿则简讯 就不应该只收我们五千万 稍微用心算除一下 就会知道这个0.02几 这个是破坏行情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程度 可见它不是按照简讯的发送的则数计算的 这个NCC的预算它是主要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我们扫简讯十连制的时候 在各大电信商 它有时候要扩充它的简讯的设备 因为最近几年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用简讯了 所以一下子应付比较大的量的时候 我就不特别点名哪一家或哪几家电信商 有时候会出现稍微有点delay的情况 那这个是采取时报时销 那另外呢 就是说因为资料它不是传给政府 它是直接存在这五大电信商 所以它固定要每28天删除资料 然后以及它要验证真的是疫调人员 才能够来调取资料等等 它要建置一些资讯系统 那这个也是时报时销 所以这两个时报时销做完之后 剩下来的是有点类似 就是健保总额制 就是它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费用 才能够跟我们收取什么费用 而这些跟一则一则简讯 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我在slido上面有 就是贴NCC的这个新闻稿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看到有新闻说 什么3亿快要用完了 事实上没有 才用了5000多万 而且它用的速度非常之慢 所以到明年年中 大概也不太可能把这3亿用完 那我是非常感谢各大电信商 等于是吸收简讯传输费用 而且行政费用是采取时报时销的方式 这已经超过了企业社会责任 这基本上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国家队了 就是大家都为了精准的疫调 进一份心理 那各个地方政府的疫调人员 直到前天吧 我问了最新的数据 大概已经有1100万则简讯 从这25亿则简讯里面 实际有调到这个疫调人员的手上 有在应用 那所以当然20多亿则 现在都已经删除了 因为实际上那个地方 并没有发生什么群聚业事件 但是如果有发生 好比像台中的话 我记得有一个百货公司啊等等 那事实上就可以达到及时的通知 跟精准疫调的作用 所以很感谢大家共享盛取 应该是这样讲 那不过这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开始的 不管懒人包还是图卡 如果没有把那个 就是后面的意思写清楚的话 那确实蛮容易脑补 脑补是蛮补的 那就是让大家会脑补 那是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也会尽可能在之后 就是说明的时候 说明的更清楚一点 是简讯的传输 非用有业者吸收的意思 好 有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三倍券 五倍券 都是强制使用纸本票券 而不是现金 那既然基本逻辑 都是不喜欢不要领 那为什么不强制使用 电子支付 以及除纸卡呢 不止省钱 还可以让电子支付一步到位 请问背后有什么决策的逻辑 它两个部分我先回答这个部分 当然不喜欢不要领 不过喜欢而且领的人还蛮多的嘛 四百多万是电子的 那一千多万是纸本的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是只强制使用电子的话 那不喜欢的人就会很多啊 不要领的人就更多了 那就没有达到我们这个促进阵型 让所有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在上面加码的 这个最基本的想法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有 确实有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让大家用除纸卡 可是如果用除纸卡的话 那一般来讲 如果是夜市啊 摊商啊 餐饮啊等等 你很难针对某个特定的除纸卡 去做就是特别的优惠的方案 到最后我们不但要用除纸卡 我们甚至还要就是印自己的除纸卡 还有自己的防悔标签等等 到最后就变成我们在跟 呃油卡或一卡通或其他的票证公司 竞争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也不是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 但是我们现在想法是说 我们会更希望说 每一家信用卡公司 每一家票证 每一家行动支付 都拿他自己的 呃就是BD跟这个CSR 跟呃各种各样子 Markham的预算 都可以下来 一起来共襄胜举 让大家能够实际振兴的到的GDP高过 呃我们实际就是只编这么多钱 那现在我们也发现 大概加码 加到几百块 一千块 超过一千块 都都有嘛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样子能够卷动的消费的效益 是比较高的 在电子的部分 而在纸本的部分 如果没有用电商 或者是呃电子支付习惯的朋友的话 也比较不会说 哦那我真的不喜欢 所以我就不要领 因为最后的目的还是要振兴呃疫情之后的经济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 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政策设计哦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呃呃第二个是说 因为疫情得力的电商跟外送啊 最后还是可以收呃 特别是信用卡的5倍券没错 那请问为何不顺带要求 接收我国官方的台湾配 其实蛮多电商有支援台湾Pay 那有些是台湾Pay的信用卡跟金融卡都支援 我记得好像是东森吧 没有记错的话还是Momo 然后PC Home的话则是 它的金融卡部分是支援的 所以如果你是绑台湾Pay 而你觉得你家里附近 能够支援台湾Pay的实体商店 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或许就试试看电商 那台湾Pay应该是一定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有跟这些电商来进行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看到底有多少人绑 这是一个鸡身蛋单身基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证明真的有这么多人绑 以前我们去说服大家 特别是导入一些像云士级这种POSE方案 聚合支付方案等等 那我们的说服力不太够 因为我们还不能证明有那么多人真的绑了 那现在真的能够证明那么多人绑了 它确实就形成一个市场的压力 那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商家 开始能够接受多种行动的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蛮不错的 但是我也想要强调就是说 台湾Pay也好 TWQR也好 它最后其实慢慢会变成 怎么讲 一个协定 而不是本身是一个品牌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金融卡 就是有一个绕一个圈的那个 表示可以转账嘛 对不对 有一个分行代码 银行代码三码 可以转账的那个技术 那在当时金融卡是跟别的提款卡是不一样的 但是随着慢慢每个提款卡都变成有金融卡 就是跨行功能之后 我们就不会特别去分提款卡跟金融卡了 那就像在上个礼拜 财经公司才announce 说我们所有这些第三方的支付啊 电池业者也开始有了就是三码的转账代码 他们也加入了这一个就是共同的消费性的汇款的体系 所以你就可以像跨行转账那么容易的 在电池跟银行账号中间去进行汇款 那所以台湾配也是一样的道理 等未来就是我们的这些QR Code更加普及 那就会变成是你不管是哪一种扫码的软体 你都可以认得这个共同的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可能也不会就是被叫做台湾配了 可能就是TWQR或者共同QR标准 或者随便大家到最后会什么样子去称呼它 所以在这一次的加码券里面 我们也特别让所有主动式扫描 主扫的加码券 包含义放券的主扫模式等等 也都用这个共同性的QR Code 就是希望说如果它是这些加码券的店家 等到加码券活动结束之后 他不用把它拆下来 他就可以继续去当作 包含台湾配在内 以及其他的能够认得这个共同QR Code 的扫码器的支付方式 那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做加码券就不是一时的政策 而是可以去促进这种共同式QR Code的推展 到最后当然还是让大家更方便 实际扫码的时候 不用在那么多个贴纸里面 找到自己所符合的那个贴纸 就好像以前提款 你一定要找那个银行的提款机 那现在在哪个提款机都可以提款了 所以同样我觉得这是一个standard making 就是做标准的一个 算是一个长期政策 中长期政策 不是专门只是为了短期的加码 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了 这个真的要讲 大概要开整天的研讨会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就是消费金融研讨会 所以我尽量比较短的回答 那如果要追问的话 欢迎在slido或者举手再追问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一下在您加入公部门之前 就已经透过分享建立很好的名声 那这位朋友也知道 分享贡献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要怎么样用什么心态 去无私的分享跟奉献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好像讲的是说 在加入公部门之后 贡献也未曾少过 但是怎么样面对攻击你的声音 也可以做得很无私 那这个是怎么样子做到的 心态上面怎么培养这种心态 以及怎么样看待自私的人 我是觉得我没有特别觉得在攻击我 我就算是指名道姓去攻击我 我也觉得他是在贡献语言的材料 就是所谓的语料 那这个很可能是因为 我在2010年到16年有长达6年的时间 担任苹果的顾问嘛 那他们当时就是有一个叫做 云端服务在地化的一个部门 Cloud Service Localization 那主持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想说 Siri刚诟病进来的这个新的技术 怎么样让他能够讲各国的语言 讲各国的语言也就表示 任何时候你想要挑衅Siri 或者是这个人身攻击Siri或怎么样 那我们做Siri的目的 是让你可以更容易的去使用各种服务 不是把你的时间都花在跟Siri吵架上面 所以Siri就必须要去分析 你讲话的实际的意图是什么 然后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建设性的回应 让你可以更容易的去做到 你本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在那边跟Siri斗嘴 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 包含诗人剧本写作家等等这些朋友 去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子用一两句话 很快速的就可以去化解这个尴尬 或者冲突的场面 然后就里面有建设性的那百分之几 赶快去回应 然后给出一个他可能会更要更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可能因为大概六年都是跟Siri这一组人混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对我的 不管是攻击也好批评也好 我就会下意识的去找里面 到底有什么建设性的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及时的就去回应 所以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学习计算语言学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学门 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在实际这种 回应的过程里面 采取一种好像语言或者文字 它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的 相反的我们只是他们的载体 就是我们只是一个种概念的载体 那有些概念有些好的想法 从你这边到我这边 那也不是说你的 也不是说我的 只是我们一起共享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透过创意 让这些值得分享的概念 又扩散到更多的人 就是增加他的基本传染数 就是让概念go viral 那所以如果有看过Tag Talk的话 知道Tag的那个slogan就是叫做 Idea was spreading 值得散播的理念 所以我觉得值得散播的是理念本身 而不是特定的人 那透过这样子的想法 大概就不会有什么自私的感觉 因为我不会特别一定要把它命名 说这是我的 这是我掌握的等等 相反的 大家可能知道 包含这次的演讲的录影 我们都是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那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任意的应用 甚至商业的应用 甚至跑去做一个什么饶舌的歌曲 在日本有个叫Dosmonos 把我的访问的这个声音档remix之后 就混搭成他们的饶舌歌曲 也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抛弃掉著作权的 那所以如果我的肖像 我讲的话 所有的我的创作 都是采取抛弃著作权的状况的话 那无私是最最基本的事情 因为我不会特别觉得说 好像有人拿去做什么别的用途 我就很不高兴 相反的我会觉得 那是这些想法 透过我又传播出去了 一旦传播出去到超过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很满意了 我没有特别觉得说 好像一定要都在我的手上 或者是都从我的口中去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 如果比较自私的朋友的话 可能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 值得从他自己身上 再去扩散或者分享的理念吧 那如果找得到的话 那大概就很容易变得比较无私 那如果还在找寻的过程里面 那当然就好像在学习一样 你在创作之前总是有一个 就是从各个不同的前辈身上去学习的那个过程 还没有办法 一下就贡献到这个 不管学术还是经济等等的这个场域 所以我觉得就还在学徒 或者是还在一开始学生的那个状况 稍微比较自私一点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他都是往后面就是更加可以分享的状况的一个准备吧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在实联制 再次强调 实联制不是实名制 开办的初期 不是有承诺过 简讯实联制的资料 只会用于防疫相关事件 确实啊 这个大家扫QR Code的那句话 说这次的简讯实联 实联简讯只会用来做防疫用途 这些话是我写上去的 那个意思就是 每一次你给出资料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资料提供给防疫用途之外的任何人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存在你的电信商 有防疫的目的 要证明之后 才能够从你的电信商传输到 各个县市的卫生局的医疗人员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说 真的有一个值得防疫调取的事件的话 电信商是不给的 那所以就是说这整套模型都是建立在 电信商本来就已经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那他你扫的这个15码是乱数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真的去了哪里 那所以电信商这个资料要卖也很不好卖 所以就透过这种multiparty的方式 就拼拼图的方式了 我是疫调人员 我要先取得这15码对应到什么地方 我要再取得那个地方的人的简讯 然后我再把这两个都在一起 才能够去及时的去进行精准的疫调跟通知 所以中间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办法 把它用于防疫以外的其他的事件 所以我们并没有转移到其他部门 做其他用途 所以更没有违约的问题 不过我在Splido有贴一个法务部的函 那可能是这位朋友问的 我不确定你是不是问这个 但是中间确实有过一个法官 叫做张渊森 然后他有接到一个搜索票的请求 是某一个侦办什么跨国诈骗 还是什么的刑警 他因为透过本来就有的 就是简讯的那叫什么通讯保障监察法 就是WireTap 就是他也拿到了这一份 但是同样他也不知道这15码是做什么的 所以他就请法官开一个搜索票 然后让他能够去还原这个嫌疑犯的轨迹 那这样子好像他在侦办上面会有用等等 那张渊森法官没有核准这个搜索票 也就是这个刑警并没有从我们手上 或者是从QR Code的制发者手上 拿到任何资料 所以我们并没有交给这个刑警 但是张渊森法官就写了一个投书 说他必须成为吹哨者 因为他说他没有核这个搜索票 那他怎么能保证其他人都不会核这个搜索票呢 在未来可能有法官看到了 然后觉得说 这个简讯时连是 他说不定对那个就是被告有利 他说不定证明他不在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法官说不定就会觉得 那分享一下也没什么搜索票也可以 因为他是可以证明案情等等 所以这个并不是已经发生了 这个是张渊森法官觉得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他就写一个投书说 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刑警去看到 这15码的代码 这样子他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他要用搜索票来还原 那15码代码在哪里 那所以这个简讯的 就是WireTap的这个制度 就是通讯保障监察法来的这个制度 到底五大电信公司可不可以主张说 那我这边给别人的简讯 自动就复本给了这个刑事警察局 或者是其他监听的单位 那好像是调查局吧 好像只有两个单位 那但是如果他这个反而会被控违法 说这明明是通讯呢 为什么你不提供呢等等 那就是他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当时就请指挥中心开了一个会 然后法务部就做成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我有贴到slido上面 那这个决议很简单 就是通讯是人跟人之间的通讯 但是简讯实联制的对面不是人 他只是一个暂存区好像贴一个便利贴一样 你贴了没有人去调区 28天就自动消失 可见他跟一般人传简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所以不应该算成通讯保障监察法里面的 要被监听的通讯 所以如果五大电信不给这些通讯监察的单位 不给这些警察的话 那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因为他们要给的那边六个月才删掉 那但是这边28天就可以删掉了 可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会很感谢张元森法官 就是他自己没有签那个搜索票之余 他也很公开的说 未来可能会有法官签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的话 等于是每一次都要好像按照个案 或个别法官的判断 那也在包含居令V临时政府 很多一起当年设计简讯实验室的朋友的督促下 我们很快就做出了这样子的解释 所以我想这不是政府信用违约的一个象征 这反而是真的有给出交代 然后我们一开始说 不会用防疫目的以外的用途 那甚至只是有这个可能 我们也就进行了包含法治上 跟技术上的调整 让根本连这个可能性都没有 而不是好像掉个搜索票 好像有这个可能性的这个状况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调控专委 我是政委 政府如何在推动政府治理数位化的同时 保障人民的隐私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简单的来讲 就是如果不是必要的 就不要搜集 即使是必要搜集的 也只搜集到大家已经相信的单位 而不是全新的单位 而且在搜集的时候 最好有一个反向监督的这个能力 那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资料之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我举例 好比像说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有个网站叫sms.1922 我有回在这个slido上面 任何人到sms.1922.gov.tw这个网站上 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 然后收个简讯 输入简讯你的认证码 你就可以知道 在过去28天里面 哪些县市政府的 哪些卫生局处的 编号级的医疗人员 有调过你的简讯实验制的简讯 所以就是全部的这 一千多万通被调了的简讯 在全部20亿则里面 每一则在这个上面 都会记录28天 然后才删掉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 你用健保卡去 不管是药局 还是去医院的时候 同时也有那个医疗机构的凭证 或者那个护士或医师的 医学人员卡 跟你不要说对赌 但是就是同时 做了这样子一个记号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未来发生什么 他在健保上面 请领不时 这个登记代码错误 随便什么事件 你只要知道是几月几号 你透过你的健康存折 也就是健保快一通 就可以知道 当时是哪一家医院的 哪一个人员 至少编号级的人员 去跟你的健保卡 有过这样子的处理 所以他的利用 如果发现有目的外的利用等等 中间这个处理端的人 就会出来负责 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他 那所以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就不会乱来 所以健保卡 IC卡全面套用 2003年到现在 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就是因为他 后面有这个 互相负责 互相给出交代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好的设计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 如果你拿的是健保卡 然后你到药局拿口罩啊 或请药师帮忙 就是预约疫苗啊 等等的话 同样所有这些都会在 健保的VPN里面 留下记录 这样子才真的能够 保护人民的隐私 就是不是强迫大家 在你不相信的地方 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那我也了解 现在也有很多朋友 觉得说 卷讯十连制 有一点麻烦 他宁可用纸本 因为现在也有 纸本那边也有一个创新 叫连续章 很多人会 磕一个 尤其是长辈 磕一个 不用特别沾墨水 就可以连续盖的那种印章 然后有留下他的联络方式 那跟他的称呼 那联络方式 甚至可以是 试画 也不一定要是手机 那所以他如果完全没有用手机 或发简讯的习惯的话 他就在进门前盖个章 就可以进去了 就完成十连制的要求 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真的比扫 QR Code要快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这个的意思就是 你信任的店家 信任的程度 高过你信任 你的手机的电信商的程度 但是每个人去每个地方 对店家的信任是不一样的 也许这家店 就是你的巷口的邻居 从小一起长大等等 你当然相信你盖个章 他不会把你卖了 卖给广告商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到另外一家 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别的城市 的别的连锁 或者是自己开的这种店 那当然你就不一定那么相信他 那这个时候与其盖个章 说不定后面的顾客会看到等等 你就可以拿出手机 用简讯十连制 我们只是要求说 要完成十连制的登录 我们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用简讯 你一定要用数位 或你一定要用纸本 随时都是按照你 比较相信谁的那个决定 然后你就挑 你要把资料留给 那个比较相信的那一方去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 政府花了两亿 在公费疫苗平台上面 造册人民 又自行实名登记预约 造成疫苗的数量无法管控 新闻不断爆出有特权的疫苗 事实上我们设计这个平台 就是因为要解决特权疫苗的问题 那两亿的平台 为什么设计没有办法 要求县市政府的造册人员 仍然需要向商同的平台 登录身份证的字号 系统又自动排除重复的人 反而是留给县市政府 很多发挥的空间 导致符合资格的人 无法如期预约 尚不符合 但是有上延号关系 下延号的人 可以先行施打 大家如果还记得 有1922这个平台 以前的状况 那可能会记得说 如果市政府觉得 某一些朋友 他是分在某一类 好比像说第一线防疫人员 或者是公务相关人员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人员 那基本上就是 由县市政府说了算 那有的时候就是 那个人员他昨天还不是的 那隔一天就被编进 这样子的分类里面去了 那是一直到有1922 这种全国性的平台之后 我们才说 那我们就一定会只使用 大家的出生的年龄的方式 就是长幼有序的方式了 那当然后来因为 BNT的捐赠者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的长幼有序 在BNT的学生这个年纪 有一次是 就是在比较低的年纪开下来 那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但是仍然还是只是用年龄 来就是进行 谁先谁后的这个分配 完全没有去管说 他昨天跟今天 是不是可能有新加入了这种人员 那当时我们在院里 跟每个市长逐一讨论 也包含跟台中的市长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确实这样子是比较容易说明的 那也比较 就是不会有好像特权的问题 那但是也有很多市长主张说 如果是重大伤病 或者是有呼吸道相关疾病 总是染疫之后 风险比别人高的朋友的话 那应该像是长辈一样 给他们就是更高的优先权 就是所谓的第九类 所以我们最后并没有废除掉第九类 第九类变成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唯一优先的一种人员 但是这个人员 他是固定的 不是浮动的 这个我们当时也讨论了很久 就是不是你在我们框定 你不是第九类之后 你赶快去找一个医师 开一个诊断 立刻就进入第九类 因为那样子的话 就会导致第九类不断解压缩的 这个状况出现了 那所以这些大概都是 各个不同的县市长 用我是一个一个视讯讨论之后 那做到了一些共同的价值了 所以我想县市政府并没有自己很喜欢 这种所谓特权 所谓发挥空间 纯粹是因为没有一个全国性的 让大家可以自己选 要到哪里施打的这个系统 所以好像不得不每一个县市 自己做自己的系统 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讨论就是 如果他拿到疫苗之后 年龄下修的快 那旁边县市的人就会跑来他那边打 然后就会开天窗 他就会被骂 但是如果他年龄下修的慢 他的市民就会跑到隔壁的县市去打 他还是被骂 所以他是不会赢的 就是在有全国性系统之前 就是每一个县市首长的 就是施政就是不断的在倒扣 只是倒扣速度快跟慢的差别而已 就满意度不断在倒扣 所以做出这样子一套全国性的系统 也可以说是让大家 每一个县市长在这个题目上 同时停损 那接下来有任何问题 那当然都是中央的问题 所以在当时应该 我是没有碰到任何县市首长 觉得说他主张他还想要有特权疫苗 他还想要不断解压缩 应该没有这件事情了 也帮这个县市首长说点话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这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当全世界都在发展无人车 台湾却把前瞻计划大部分的预算 花在250年前工业革命时代 所流行的轨道建设上面 你觉得这样子算不算是前瞻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无人车作为公共运输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是所谓用软体定义的铁路 或软体定义的捷运 其实捷运从某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想成是一种无人车 所以当它是在固定的场域 它不跟一般的轿车或者摩托车 共用场域的时候 那无人车技术我觉得非常棒 它是一个大众运输 减地成本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也包含货运在内 但是你说要无人车 就是完全在平面道路 高架道路各种道路上面 跟现有的车互相杂处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能说是前瞻 而是有点好像是要社会来配合技术 的这个情况 我们刚刚讲这些大众运输 都是技术配合社会的需求 这部分没有问题 而且事实上也已经 有些已经在台湾快要出沙盒了 有些已经开始商转了 那这部分我想是进度特别快的 那更不要说完全无人的捷运技术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但是如果是 我在一开始最早边 前瞻技术建设的时候 大家就说 那我就可以上个轿车 然后什么手都放开 然后甚至可以开始工作 甚至睡个觉 醒来就到了目的地 而且不用跟任何人共享 这个车子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要开始讨论说 我们要把多少 本来可以自己决定的 开的车叫车机车等等的路面 去分给这样子一种新的方式使用 因为我目前也发现 当它互相交错的时候 除非开的速度非常慢 不然的话 有各种各样子难以预测的状况 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觉得 哪样子才算是前瞻 我只是觉得 任何时候都需要透过像沙盒这样子的机制 先去验证在慢速的 在特定的场域 整个社会可以去配合 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技术 或者也许整个社会不想要配合 这样子新的技术呢 但是无论如何找到了这样共同的价值之后 我们才去促进它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不然就会变成是 像刚刚讲到强迫大家都用电子支付 那到最后不想用的人也被迫要用 他心里也很不舒服 那或者是他其实不太会用 也没有这个习惯 结果很容易受到诈骗啊 或者其他状况 像萨尔瓦多推比特币 就碰到了这样子的状况 还没有准备好用比特币的 那他可能就是密码管理不良 或随便身份认证的强度不够 那很快的他的存款 或他的账户就变成别人的啦等等 那所谓应推大概就是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如把力气放在 先证明说什么样的情况是社会可以接受的 等到证明这个就所谓出沙盒之后 那我们再让他就是进入大规模的山转 我觉得那样是比较前瞻的啦 我并没有觉得什么线性的成长 在特定的技术 让所有人都变得不得不用行动支付 或不得不坐无人车 那个才叫前瞻哦 我常开玩笑说只要废除提款机跟不抓假钞 那可能两个月之内所有人都去用行动支付 可是那个是建立在大家的痛苦上面 那这样子推是没有什么意思啦 我觉得 好 那有第二个问题说 从电动车走到无人车 关键的法律 关键的软体哦 台湾似乎落后于世界哦 政府有什么打算 当然我们现在出沙盒之后 要让这个实证的场域出现 确实是需要做一些法规技术的调整 但是这个在我们之前做无人车沙盒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把它做成跨载具 就是陆海空都可以运用的状况 所以就包含实验性质的无人机啊 无人船啊等等 都放在这个法规的框架里面 所以我们的 我再次讲一下 就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 世界上某个地方 所有人都在用P2P借贷 或某个地方 所有人都在用这个刷QR Code支付 或者都在用健康码 然后政府里面几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然后其他人不管愿不愿意 不管习不习惯都非得用不可 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政体哦 那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作为民国 大家大概都是要在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共同价值的情况 或至少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情况 那法律才会去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类似沙盒实验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让台湾里面有很多个地方 可以先让未来提早来临一点点 但是不一定成功 说不定失败 失败就是帮大家付学费 但是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才知道说法律要跟着去修改 所以我们说落后 也可以说落后 有点像在高速公路跟车那样落后吧 就落后三个车身还是多少的距离哦 但是就是不少不多 就刚好那么三个车身的距离 那如果前面的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就知道这条路不可行 如果前面的没有出什么意外 他真的开出一条路来 那我们跟车的就立刻在那边画标示标线 法律啊规则等等 那后面的人就可以有所依循哦 所以法律稍微固定的时间落后于社会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事实上比较适合民主国家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不论是电动车还是无人车 都需要大量电力 我认为核能是不是依然必须废除 当然就是太阳也算是一种核子 这个融核能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把太阳废除的话 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并没有觉得特定的发电的原理 就不应该研究 核废料发电 核融合发电等等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研究的场域 现在当然在我们短期里面 看起来太阳光电 或者是特定的风场 它的单位成本在快速的下降 但是也说不定哪一天 核融合能或者是 核废料发电等等 它的成本下降的速度也跟上了 或甚至更快 这个都是很难讲的 这完全看科学跟工程的朋友们 投入多少力气上去 那但是固定式的大功率的核电厂 就是目前这一代的核电厂 那大家也了解说 因为你不能够因为地质有什么改变 就把它搬走等等 那它会造成大家比较大的不安 但是现在我也理解 有一些研究方向是 让它很容易搬来搬去 放在货柜车上的那个方向 我觉得那个方向也很值得研究 我并没有觉得任何方向不值得研究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每次疫苗开放预约 都会造成严重的当机的情况 那网页基本上只有传输成文字 训量的传输看起来 可以说是比一般游戏机房的 负载能力还要差近 那请问天才IT如你 为何始终没有处理 如果大家有就是试过 这次加开的这批莫德纳的话 应该是完全没有当才对 那就算是在前面的那几批 大概一百多万人的那几批 排队的时间大概是 我们当时是估三分钟 可以完成一次预约 所以那是电机在 同时可以处理18万人的情况 所以每三分钟18万人 就是每分钟6万人 所以大概每16分钟 就可以处理完每一批的这个量 所以这些都是有估过的 当然超过这个你要砸钱 就是让大家16分钟 等待时间变成8分钟 也是可以啦 那但是就是目前跟机关署 跟指挥中心 目前谈到的 就是大概这16分钟的 完成的时间 那如果有人等超过16分钟的话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排在你前面的人 花了超过三分钟的时间 还找不到要预约到哪里去 那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 最近几期 大家如果发现 等待时间从2分钟 膨胀到6分钟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他找不到地方嘛 他必须要跨去去打嘛 就是有这套系统 以前的那种状况又出现了 那这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量能的开设 跟实际上有资格的人 没有完全对上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最近大家新闻 应该也看了很多了 所以还是这个要在上游去解决 那至于说传输量的话 我想这里的重点 并不是传输量 因为像你在便利商店 插健保卡要预定的时候 我们是prioritize便利商店 跟钥匙 所以那边基本上 等的时间会比较短 因为你只要有这个 5个选单选择出现的时候 那5根针是先锁下来给你的 那你选择之后 那才会把剩下来的4根针 去释放掉 去给别人 但是这个演算法 不是关于传输量 而是关于就是 大家互相卡住的这件事情 你如果一下子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 每个人锁5根针 那到最后就 就谁也定不到 会出现一个deadlock的情况 所以当然 我是觉得说 等16分钟确实还是有点久 你如果问我的话 那我也了解到说 现在指挥中心 也比较愿意 开始用分流的方式 就是一次先开一半 然后接下来再开一半 那他们如果 就是这样用的比较闲熟了 又是前一天发简讯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就不会有 100多万人有资格 但是却是500多万人进来 其中400多万人 发现没有资格 但是还是在那边逛了3分钟 又卡到那 有资格的100多万人 我们在最近几期 已经比较没有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你可以事前来查询 所以分流事前查询下来的话 我觉得每一期 如果控制在七八十万人的话 那这样等待时间 理论上只会6分钟到7分钟 那如果大家觉得 6 7分钟还是不能接受的话 那就麻烦 这是再就是多发声 多给这个压力 那这样说不定 可以有多一些预算 让6 7分钟可以再缩短 但我个人觉得到6 7分钟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了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唐后政委 您带领政府做数位化 会好多技术的资讯技术 而且不断进进新的技术 也感觉脑袋转得好快 那想听听你分享 除了天生的能力跟热情之外 平时维持高度智力 洗力的关键是什么 谢谢 我想就是有睡够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每天一定睡8个小时以上 那碰到任何困难的事情要解决 就会加班 就会睡到9个小时 或10个小时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事情 那我是觉得 如果没有睡够的话 那我就会用昨天的习惯 来处理今天的事情 但是只要有睡够 就会醒来的时候 冒出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就不会卡在 昨天的做事情的习惯里面 所以我同事都知道说 我如果没睡到8小时 那就是我一定会到了办公室 还是再补上 剩下来的那一小时 那而且如果没有补上的话 我下午基本上就 就没有什么贡献了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就是尽量不被打断吧 像我在这个整个演讲的过程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手机震动 讯息等等 但是那并不是因为 我把这些关掉了 而是我平常就没有开 我任何时候的工作 都是可以专注20几分钟 那每半小时只留 少数四五分钟的时间 去看讯息 那就不会有很多人 如果手机上惯了一些 即时通讯软体 好像它等于没几分钟就被打断 而且打断脑里还在旧的那个 本来在处理的事情 但在新的场域 又需要等其他人打字 因为很多人就想一点打一点 想一点打一点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 你想本来事情的方式 去影响了你现在在处理 这个新的比较紧急的事情 然后等到切换回去发现 然后切换不回去了 因为情绪状态 被新的这个东西去抢走了 那所以因为我的同事也都知道 我是把LINE当email用 把email当LINE用 就是我email每半小时看一次 LINE只有刚醒来跟睡前各看一次 就下班后来各看一次 所以大家都学会说 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然后再写email给我的情况 那但是就算有什么紧急的事件 其实我无论如何 只会在半点钟的时候看 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我能够专注 在特定的事情上 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就很专注地 只想这个问题的习惯 我想应该也是有些帮助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由于实体的大型展览 仍然很难举办 那就算办了 效果也不怎么样 那现在观念已经变成 所谓的微行销micromarketing 甚至透过虚实架构的概念 来做到精准TA的行销 那效果可能比以往 所谓大败败的这种会展的做法 要好一些 那不知道政委可不可以对数位展会 虚拟展会 包含Go 透过Garrettown等等平台 实现G2自行办展 提供我们看法跟指教 甚至政府在这个方面 有何政策 我是比较老派了 我是觉得大家能够 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吃东西 还是比较好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想办法把防疫做好 然后赶快二级警戒降到一级 然后疫苗再打够一点 把一级也解除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国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就解封 或者是国际上的朋友 没有那么容易来拜访台湾后门 比较难出去 所以我大部分经手规划的这种数位展会 都是国际性质的 那这种性质的国际展会 大概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 我们要尽可能的让 好像在面对面一起观赏音乐 或者是一起吃东西等等 这种同步的经验 能够先让大家感受到 之后再进入非同步的 比较像是留言回应 或者是预录影片播放等等的那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参加一些国际的研讨会 那他一开始完全没有给人提问题 也没有互动 也没有slido 然后就是大家轮流至词 然后演讲 然后什么 然后最后呢 才留这个几分钟的 或者是半小时的Q&A互动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 大家注意力都已经散掉了 那我是觉得很可惜 因为虽然我们在实体的时候 很习惯这样子办演讲 或者办国际研讨会 但是那是因为 大家有非常多非语言讯息 甚至在台面下 还可以跟就是旁边 坐你同一桌的人开始传讯息等等 反正上面演讲的人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在线上 是没有这样子的状态的 所以就变成 我就常常想说 那为什么不看就是预录 大家分别看预录就好呢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看 一个既不能暂停又不能快转 对一个影片 而且我还不能够影响这个影片的内容 所以尽量不要有这样子的情况 尽量在一开始就先把非同步 能够看的资料 或者是要看的影片 先都发给大家 大家脑里都已经有基本的想法了 然后事前透过像slido这样的方式 预先搜集大家的问题 像刚才我觉得就很棒 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开始一上来 一定问说 简讯实验制不是说 简讯的发送费用不用我们出吗 电信会吸收吗 那我就立刻就可以去找到最新的数字嘛 包含说这不是发送的费用 维护费用 目前申报了5000万 然后有多少则等等 那这样子 我作为演讲者 我也觉得比较有学到东西 因为我第一个 我知道大家关心什么 以及第二个 我也因此去找了一些最新的资料来 那但是如果是我讲而大家没有机会问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互动 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第二个也是同等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让大家觉得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创造一些东西 在结束之后 大家还可以带回去 这个在实体的讲会非常容易 不管是什么伴手礼啊 大合照啊 随便什么这个签名纪念版啊 这个大家相信都有丰富的经验 非常容易就是有共同创造 而且可以带得回去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线上 除非你特别去营造 不然每个空间在结束之后 都是清掉重来的 对不对 所以像slido 我每次结束之后 我就会把刚刚收的问题 全部都再放回去 那这样子大家之后 如果还记得这个网址 手机上还有的话 随时可以回来想一想说 这些问题有些没有被回答到 有些回答到 现在发生到怎么样了 这变成大家可以互相共享的一个话题嘛 那我们的这个录影 那我也一样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 在一个可以暂停 可以快转的一个情况下 甚至变成未来讨论的素材 甚至去做点饶舌音乐什么的 那这些就是我们共创出来 又可以带到会展之后的一些东西 有些人会用一面很大的虚拟白板 然后在上面贴满了便利贴 之后可以整个下载下来 变成一个好像共创的讨论的痕迹 有些人是用视觉艺术的那种速写的方法 就是大家一面在讨论的时候 一面有很擅长及时绘画的朋友 把大家正在讲的东西把它画起来 然后最后就像艺术品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带一个副本回家等等 所以就是说我想任何记录的方式 都要看实际未来应用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也没有放出四海而皆准的做法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共同创作 而且之后可以应用的话 那就会有一种好像很虚的感觉 好像不像参加一个实体研讨会 建立了大家的互相的沟通啊 人脉之后 随时看到了还有一个纪念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关于资讯教育 很多学校开课来教怎么样子操作Windows 那有没有必要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我觉得教怎么用浏览器可能比较重要 那因为你如果教会它怎么用浏览器 跟怎么用全球资讯网上面的资源的话 那它就算现在手上是一台iPad 或者是一台Android 那它也很好用 但是如果它学会的是只有Windows能用 别的都不能用的话 那个就叫Vendor Login 就是它就被锁定进Windows去了 那它未来的那个工作环境 如果全部都是平板 根本就没有一台跑Windows的话 那它就会觉得很错乱 所以我会建议教Web了 应该会比较Windows要好一些 那第二个是说资讯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我觉得基础有两个 就是Computational Thinking 运算思维吧 这边应该这样翻 那或者是计算思维 然后还有Design Thinking 这边翻成设计思维 这两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电脑它不是 它自己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 它是类似像Steve Jobs说 心灵的脚踏车 就是你要真的指那个方向 而且你的脚还是得踩 它可以帮你省力 但是它不能帮你决定方向 电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驾车 让电脑变成心灵的自驾车 也很危险 所以所谓的设计思考 就是在你教电脑做任何事情以前 先去面对其他人 先去找到说 我如果叫他做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 还是其实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呢 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有各种 对问题可能的解法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全部记下来之后 想办法让它收敛到一些 共同的价值 就是所谓的双菱形双钻石的这个模式 大家先探索 探索完之后收敛成共同的价值 这个时候才开始实作 实作完之后 那每个人再去拿这个实作 去做更多的额外的应用等等 所以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们做资讯 做电脑 做软体 跟硬体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零空建造 平空建造 它没有什么材料可言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追加一些自相矛盾的 造成更大的问题的 等等的这些功能进去 因为要改实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改坏也是太容易了 所以在实际做任何新的城市之前 先去看既有的城市 先去看怎么样子去改 现在很多小孩子 它是在Minecraft 在Scratch 在各种的 就是共创空间里面 拿人家已经做好了一个 然后他把主角的脸换成自己的 那或者是把背景音乐 换成他想听的 调一些不同的颜色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很好的 因为这些就是Design Thinking 他在一个共创的环境里面 透过跟人沟通 然后去分享他的作品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在小学或者是国中 或者是高中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种第二语言 也就是有某些事情 学会这个第二语言 有某些社群 你学会这个第二语言之后 你比较容易跟它沟通 然后比较容易 找到自己要找到资讯 比较容易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如果是把一个语言 当做第二语言学的话 我们不会那么讲究文法 拼字 这个百分百的什么词汇量 什么之类的 那个是把它当做 本身当做一门科目 外国语言的科目去研究 如果是第二语言 那就跟我们学第一语言一样 我们在学我们的母语的时候 也没有说 这个一定要有什么定贯词 不定贯词 还不能用错 什么之类的问题 基本上能够沟通 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也是用相同的方法 来亲近这个资讯教育 所以我特别会觉得说 不要一定要去学 特定的程式语言 如果你的工作 用得到试算表 你就学试算表里面的 公式怎么样运用 如果是喜欢艺术创作 那喜欢 好比像说 刚刚讲到的 scratch 或者是 年纪大一点 processing 那就直接在里面 去创作艺术 也就是经过 这个创作的过程 来掌握这门语言 而不是好像把 程式语言本身 当做一个科目 飞去把它背起来 不可 如果有用过这种 填压的方法学 像英文的话 应该会知道 我在讲什么 就到最后 就会你会对 这个东西 它会丧失 跟人沟通的意愿 因为每次跟人 讲话的时候 就会想说 我的英文文法 是不是有错误之类 可是这个在沟通上面 是没有意义 而且是很无效的 一种自我检查 事实上就是想到什么 就讲什么 才对 那这种就只能在 比较沉浸式 把它当做第二语言的方式 来回答 这个实际的需求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八位朋友们 问说 我是不是觉得是四十二 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生命宇宙万物的答案的话 才是四十二 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是四十二 因为只有八个人按赞 所以应该是八才对 再往下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你是否认为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为了这个问题 我刚刚还到维基百科上面 去找历史上 中华民国到底指 多少个不同的国家 还真的蛮多的 也因为事前有看这个 所以才发现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成立 刚有这个国民的前三个月 他的官方简称叫中华民国 那后来就把他拿掉了 后来就不简称中华民国了 汪精卫那个也叫中华民国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本身在历史上面 就是一个指涉很多不同东西 很多不同政权 互相还不一定彼此承认的东西 那到了今天 当然我的国际是这个中华民国国际 一般来讲 中华民国只会指涉一个这个政权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不想要简称称中华民国了 那所以也就变得比较简单 不用每次都要加 就是一大堆前缀或者是后缀 才能够知道在讲的是哪一个政权 就像我们这个台湾省的网站消失了之后 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台湾省的网站消失 没有省主席 也没有这个所有的预算之后 那以后只要看到台湾省三个字 就知道应该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 他们的人大政协也是有台湾省 但我们已经没有了 所以只要讲到台湾省 大概就不是在讲我们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随着时间过去 大家都会找到一些让它的意义越来越明确 而比较少那种同名同姓的状况 我觉得是蛮好的 希望有回到这一部分的问题 第二个是说 我是不是认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 我觉得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 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的这几个字 写下来的时候去解释 还是是按照这个它实际在运行的时候去解释 两个就可以有不同的回答 就好像说我们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 一个形别它是在编译的时候 就是写程式的人的机器上决定 还是它是在运行的时候 就是在跑程式的人的那一台机器上面决定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因为实际上发生的状况 就是有点像Linux的诞生 是当年本来为了非常大型的Unix 写的那些系统那些程式 那后来移到个人电脑上面去运行 那所以你要问说这个个人电脑 IBM PC是不是Unix的固有疆域 那就完全看你是拿Unix在制作的时候的人 Bell Labs那群人的想法 还是你是看Linus Tovats的那个想法来看 那两种想法当然都有道理 那随着时间过去 我想大家对于哪一种的道理是什么 会越来越了解了 所以我是觉得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完全是看你是在编译时期 还是你是在运行时期 来解释固有讲语这四个字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说 你是不是认为中华民国有殖民台湾的问题 那同样就是看这个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对不对 在某些年份里面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到了2021年 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的人数 应该是比较少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 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还存在的问题 我想在网络上稍微看一看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位朋友他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如果没有特权阶层 如果资源是完全倾斜 如果有充沛的形质的参与权力 而且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他认为这四个只要具备了 那他想问我说 是不是就仍然可以叫做殖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值得开整天的研讨会 我自己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一定会去看所谓的特权阶层 或者是知名或什么之类 我觉得比较是说 这个充沛的参与权力 是否真的感受到 也就是说形式上面的参与权力 是一回事 好比我们形式上面 也说大家有创制权 但是直到这个公投变得 大家比较熟悉 而且比较能够运用之前 那这个创制权的使用是蛮有限的 那也就是说 光是说我们形式上的这种参与权力 到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我是这个polity的一份子 而且我的参与 是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个政体之前 那我不觉得这个是 就是当年孙中涵说 这个要像瑞士一样 变成这个直接民权的国度等等 就是民国当时的那个想法了 除非真的就到达到孙文当时 就是讲说有一天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达到那种感觉 以前我觉得形式性的参与权力 是不足够的 这是我一向在推动开放政府的时候 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让甚至还不能够投票的 也就是16、17岁的朋友 我们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超过四分之一的提案 都是高中生甚至国中生 甚至小学生 就是不到18岁的人提出来的 那你如果去看形式参与权力的话 那就他们是没有的 就是等你长大才知道 怎么样参与的那个情况 要说去计算票 他们也还没有票 那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创造出很多 让他们想到新的环境政策 新的社会政策 新的经济政策 就可以透过提案的方式 当然有一些也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好比像说 税购一点学习状况比较好 所以希望学校可以不要那么早开课 之类的这种事情 那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开始自己讨论 可以开始自己决定 那他们也关心 他们自己还没有出社会 但也关心什么 外送员的权益 这个那叫什么 设计师或者是音乐作曲家 作为乙方的权益 这个不要被甲方 就是政府机关完全把著作权吃掉了 之类 这些也都是 这些可能才十几岁的朋友 觉得说那这个政体是 我们可以直接参与的 那我觉得只有那样子 才不是只是形式的参与权利 那样才是实质的参与权利 那如果到大家都已经很习惯 而且觉得对啊 本来就不是每四年投一次票 本来就是我们想到什么好的方法 就应该很快的成为可行的政策 那那个时候才可以说 是有充沛的参与权利 那个时候真正意义上 殖民体制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就会解决的更充分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您好 关于台湾的教育 常常会被产业界诟病 跟现场脱节 那相较于我所学所用 确实因为我15岁就跑去创业了 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想要请教 您是怎么看待台湾的教育 以及有您会怎么建议 您的小孩去学习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越早能够应用 那学习的效果就越好 因为他的学习动机就越长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实验教育里面 而是现在在12年国教里面 就是惯性教育 基本教育里面 也是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如果有高中的小孩的话 应该可以发现 我们把很多大学端才有的这种设计 选秀啊 加深加广啊 这个可以很容易的切换 不但是换组 也可以换技术高中 跟普通高中啊等等 大概都有放到高中的这个学习阶段去 那就是希望他们在高中 就可以达到所学级所用 而且高中毕业 就是国民教育完成之后 那也不一定要去念大学 立刻就可以投入实战了 而且是用一种 比较像是数位原生代的大使 像T大使那种角度 而不是以一种好像被剥削的学徒 的那种角度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会希望他们在高中阶段 对于就是劳动的条件的理解啊 对于怎么样是敬业的这种感觉啊 等等就能够掌握 而不是说好像非得念个大学 或什么科技大学不可啊 那我们之前推动这个 教育部其实推动这个 推动几年了 一直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家长会觉得很不安心 觉得他的邻居的小孩 高中毕业都去念大学了 为什么他的小孩就坚持 他不要那么快念大学 等未来需要学术界的支持 再回去写个论文 那个MBA什么的 事实上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 那但是很多小孩 他注册报名了 然后就就没有来 就没有实际使用 我们这个存折的这个计划 他到最后还是跑去念大学 那我们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不能说服家长 那他们就说 因为他还没有成年 他就算是真的要去就业什么 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关系 还是要家长签名嘛 他才能够去进入任何 法律关系里面 他要负刑事的责任 但他没有民事的权利 非常不幸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课纲的时候 18岁成年的这个概念 就没有办法一下子一蹴可及 不过再过几年 再过两年吧 大家都会习惯这件事情 就是18岁就真的成年了 那就跟国外一样 就是如果你要你的小孩去念某所大学 你就只能就是用劝说好朋友的那种方式 就是跟我们在国外电影上常常看到的一样 你就不能命令他了 因为他的相对溢价能力 比起你变高了嘛 他也是成年人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才真的能够去跳脱那种 好像非得要用就是大学的学历或学位 好像才变成出社会的基本的门槛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会建议任何小孩啦 就是把自己在18岁或甚至18岁之前 都当做成年人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已经可以参与政策的设定 多参加Let's Talk这一类青年署的活动 那不管你是12岁还是15岁 都有很多方式来真的engage这个社会 那这样的话学到的东西 未来也比较有可能 实际是你旁边的人用得到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融入这个整个社群 整个社会 而不是变成好像非得念大学 那些还就非得念研究所 非得念博士等等 然后到最后一看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地方 然后都跑去别的地方运用了 这样子对流就比较困难啦 那我觉得人才外流不是问题 问题是要对流 那对流是建立在 特别在国中高中阶段 是关心旁边的人的这件事情上面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有那么多的会议软体可以用 为什么要选择用Skype 作为今天的会议软体呢 我其实不知道 我并没有非用Skype 我其实比较不常用Skype 我比较常用我们自己家的GT 或者Google Meet Microsoft Teams 这些都蛮常用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今天用Skype 说真的但是Skype至少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这个虚拟镜头 我觉得还还蛮稳的 所以至少让我刚刚可以临时就 嗨尽不是嗨尽啦 就改变这个虚拟镜头的设定 直接把这个比较难分享画面的slido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调成某个比例 那如果是好比像说Teams 然后我们一开始用的是桌面分享的话 那其实就会比较难 这个把我的头放在正确的位置去 所以我也觉得还不错 我们最后用的是Skype 但是我其实蛮不常用Skype 在做这方面的会议的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维持高效的工作 有没有建议怎么样高效 又能够精准又能够清晰的 来处理事情 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在睡前看每一边的论点或者资料 但是我就是看过去 我不会在脑里打断他 跟他吵架 或者是下什么判断 所以也就是说 每次碰到就是比较类似 意识形态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那大家常常会很容易看到 一半就开始跟他吵架 那然后再看到后面那一半的时候 就另外一个立场或观点的时候 就会开始跟前面那个观点 在你脑里的那个状态打架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很精准的处理事情 因为人脑有所谓的锚定效应 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行的诠释 会阻断后面的更可行的诠释出现的可能性 这个是没有办法 任何人都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克服这个的方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我完全不做诠释 像刚刚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我可以在脑里不同的时间轴 193几年4几年5几年的中华民国 分别对应到不同的地方 那或者是我之前有 就是看了这么多时间轴之后 睡了一觉醒来 就有一个记得这个时间轴的方法 就是好像没有任何一年 这个太行山跟玉山在同一个政权底下过 那就是我在脑里可以去看那个 就是在地图上面各种不同 争权的实质管辖领域的变化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特别卡在哪一个地方 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看事情的方法 然后后面的我都用这个方式去看 而是说我每一种看事情的话 我经验过一次之后 采取一种叫做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选每一边站这样子的态度 就是我回想到那种看法的时候 我就进入那种看法里面 但是我不会认同那种看法 我只会说我有过进入这种看法的经验 所以从认同的看法 变成经验的看法的意思 就是经验是可以累积的 而且经验也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出现 然后各方各种不同的主张的时候 我可以每一种都去经验一下 那等到经验一下之后 我到最后就会有一个综合的选每一边站 然后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价值 就是像在疫苗这个例子上面 谁都不想要猜 接下来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打疫苗 因为你猜的少了 那就你的疫苗就不够 你猜到你的疫苗多了 那就是大家就会说 那你为什么你手上扣着疫苗 每一个地方政府 甚至下到每一个医院 每一个诊所 只要有人的冰箱里面有放疫苗 就好像烫手山芋一样 它都面临同一个 到底要猜多还是猜少 两边都会被骂的这个形状的问题 所以乍看之下 每个县市可能各有各的主张 但是当你综合起来 就发现这个才是共同的价值 而且每一层都有这个共同的价值 就是希望下一个礼拜 到底有多少飞机上的疫苗来 有多少人符合 有多少量能 能够很精准的 预前前一个礼拜就知道 那到了这个共同价值的时候 就没有说我站在这个高龄人口多的县市这边的问题 或者是站在不在籍人口多的县市的问题 或者是在离岛的话 甚至一半的人口都在本岛等等的问题 每一个都是你如果要问的话 感觉都是一些零和的问题 我多一点它就少一点 因为疫苗看起来是零和的问题 这根针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那但是如果你凝聚到共同价值的话 所有这些零和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 那我就是增加所有人 对下个礼拜的判断的精准的预测力 的这个解决方案来解决 那所以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访谈当作经验 而不是当作我站在市政府这边 我站在联合医院这边 我站在市这边 不要有这种认同的感觉 而是全部都是经验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有八位朋友问说 政府有没有外星人的档案 当然我们对于地球之外的探索 也就是好比说在国际太空站 或者是最近蛮流行的 就是透过商业的飞行 就是飞到刚刚好太空边缘 这些当然都是有一些研究 你到GRB就是我们的研究系统 应该都会有一些研究的档案 我想任何人只要出了 这个太空的线都是外星人 按照定义 所以我们应该会致力于 让有更多从台湾出发的外星人 那是我们发展这个太空产业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这两年加密货币兴起 那最近美国也有比特币的ETF上市 确实 请问您对于加密货币的看法 是个庞氏骗局吗 还是有机会成为数位黄金呢 亦或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应该不能说郁金香是庞氏骗局吧 应该还是炒作郁金香的人 是庞氏骗局吧 郁金香是无辜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它当然让这个出现 庞氏骗局变得很容易 但是就算没有加密货币 总是会有人用各种方式 包含郁金香在内 发明庞氏骗局 这个是人性 所以我会觉得 我对数位货币或加密货币的想法 是把它当作货币 就是通货 实际在使用的东西 那现在当然比特币 因为它就算配上Lining Network等等 它实际上一秒钟能够处理的交易量 仍然没有像我们的信用卡 金融卡等等的这些体系 那么Robust 就是那么稳健 所以事实上 它是往数位黄金的这个角度去走 那但是我会觉得 这纯粹是技术问题 就是在当年只有Proof of Work的时候 碰到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也看到 最近在这个Zero Knowledge的 演算法的突破之下 也有越来越多的 像以太坊所谓Layer 2的这种网络 它可以很容易的就一秒钟处理 比较多次的Transaction 比较多次的交易 那在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秒钟处理这么多次交易 我会不会因此而燃更多的煤 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到这个环境当中 会不会因为用这么多的电力 只做这么少的计算 而我要扩大它的计算 我就要用更多的电力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让温室效应更难控制 让气候变迁更剧烈 那因为如果它是这个性质的话 就会变成我们这一代用这个技术 大家都变得比较富裕 那但是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环境 等于是在从后代提款 而不是存款给后代 那这种事情当然政府是不可能做的 所以在永续的概念底下 我想加密货币界主要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在不减损这种共识达到的信任的情况下 又能够用非常少的发电量 就能够去用Proof-of-stake等等的方式 去处理到大的交易量 那我是蛮乐观的 我觉得再过几年应该就可以到这个情况 那到那个情况之后才真正意义上 所谓Web 3.0等等 这些的可能性才会出现 那现在可能比较 就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研究阶段了 那这个研究阶段当然如果就是投入资金 然后到最后这个也没有赚到钱 那你就把它想成是就是研究人员的经费好了 这样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那我自己是没有投入任何钱到比特币 或者任何加密货币里面 因为我是把它当作就像刚刚讲到的 transaction交易用的技术在使用 而不是把它当作除值 就是投资的标的在使用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要买还是要卖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意见的 因为我没有任何第一手经验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厂商当然常常因为互相信任 所以定的合约就是写了就会接受 那没有这个法则 但是对于大陆 这里讲应该是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领域内的朋友 我们不敢 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商引号能骗是本事 被骗是傻瓜 当公共正式网络三级平台通过了提案 暂缓将核四燃料棒送出国 那经济部就回应说 这个我们送出国的原因是因为电业法第95条 就是限期废除核能 以及之后的利润决议等等必须送出 那后来公投是明确废止了这个 并没有必须怎么怎么样了 它就是变成它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了 那但是燃料棒就还是被送出 那请问这种所谓 践踏人民信任的政府 开放平台是如何有用 我觉得如果废止电业法第15条 它的实际的效果 是说它不是非得这样做不可 确实是这样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您想要的是说 让它不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效果就不是只是废止电业法第95条 可以做到的 可能当初公投的标的就必须要是 更改电业法第95条 限期在某一年之前 核能的占比一定要达到百分之几 你如果是那样写的话 那当然它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局数的意义 不过你若是那样写的话 公投也未必过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要看实际的它的公投的提案 那如果看公投提案就觉得说 我往这个方向写了 它就一定要有延伸到超过这个方向的效果 那可能也不是公投法本来设计的目的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大家更了解 更显手使用公投法 好比像说在接下来的公投里面 就很明确的写说 不是任何的核电 也不是占比 也不是什么几年 而是一座特定的电厂要重启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 就是它可以或可以不的这件事情 至少它通过之后的两年 就是要按照这样子的公投的结果来执行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时间到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再次 b